他们没有脑子 却仅用一天就能完成人类顶级工程师 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他们就是号称地球上最强规划师的年俊 在设计好的迷宫的起点和终点 放上他们最爱的食物燕麦 一开始他们会广撒网 全覆盖把迷宫团团围住 而一旦锁定食物的位置 他们就会把多余的触角收回 用最省力最快捷的路线去进食 也就是他能找出走出迷宫的最佳路线 如果你说这个实验不算什么 那再来看看这个实验 岛国的东京地铁网络 耗费了无数优秀设计师 几十年的心血建造而成 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高效 最合理的铁路系统之一 然而在东京地图的几个节点放上燕麦 把燕麦当作一个个当地的地铁站 没想到这次碾军仅用了26个小时 就几乎完全复制了这一地铁网络 甚至他们做的比设计师的规划 还要便捷高效 这种出色的计算路径的本领 就连计算机都难以超越 因此人工智能领域也盯上了它 看这台仿真机器人做出的大笑 惊恐的动作 背后都是碾军在操控 它们生长在机器人的电子芯片上 从而传递信息 指挥机器人做出它想要的动作 不过这种聪明的生物 既不是动物 也不是植物 更不是真菌 但它的种类却高达近千种 仅仅在我国就被发现有460余种 那么你认为 它应该属于自然界的哪一类呢